王一博最近又多了一个高空跳伞的新嗜好 对网友感叹明星的追星者都赶不上他 王一博用攀星高峰挑战跳伞国王勇于尝试新的生活方式 为星的兴趣增添了更多的胆量 在高空跳跃中展现姿态大胆的进行探险 结果发现他不仅对高尔夫球摩托车感兴趣 还对高空飞行感兴趣 那是一位帝王凌空而来如同他本人一般 网友们纷纷找出那些天王级人物的自拍照 晚上戴上头盔也是非常有趣的 那时候人们猜测他是坐着一辆摩托车 而现在他却像是飞起来了 新的兴趣让他眉开眼笑心里充满了喜悦 帝王纷范乐意共享才艺出众 才艺出众体育天才英雄气概惊险 勇于面对敢于挑战孤独的勇气无以言表 他曾经说过他是一个敢于挑战自我 敢于尝试新鲜的东西的人 摩托车滑板足球高尔夫这些都是他最喜欢的 他的追求是无与伦比的 他的兴趣是无穷无尽的 他的变化也是无穷无尽的 上一秒还在赛道上大放一彩 下一秒就飞上了天空 无限的魅力时常带来意外 永远充满新奇 他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嗜好 如滑板赛车还有高空飞行 他勇于向高海拔及海洋深处发起挑战 期盼着下一次探险 跳伞是要有胆量的 所以他战胜了对海拔高度的畏惧 他是一个以利益为动力的人 他全身心的沉浸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学习速度也在飞速的提高 他给予你无穷的能量与勇气 并将你的潜力发挥到极致 他现在最喜欢的就是高空飞行 但是他将来会有什么爱好 而现在他却成了影视之王 正在观看一场戏剧 王一博在演艺界独领分丧 才华出众不可放物 他认为生活就是要不停地向自我挑战 不然还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他不但在演艺之路上独树一帜 而且还去过乌镇艺术节 静修演技一步一个脚印 一步一个脚印 他没有化妆 也没有忘记和网民们交流 还被人撞见了 还拍了一张合照 小孩接到了礼品后 便拿起那枚新章 逼着头表示感谢 并说了一句少见的晚安晚安 他的态度很谦虚 对每个人都很有善 不会给人一种疏离的感觉 他真的是一位很棒的演员 真的很棒很棒 王一博以他的能力 像世人诠释了普通级真实 他一步一个脚印 一步一个脚印 一步一个脚印 我们坚信他一定能再创佳绩 这就是所谓的有本心必有精品 王一博的真诚 就像一汪金钱 给人一种清爽强大的感觉 让人心旷神怡 他没有大肆宣扬 只是靠着自身的力量和勤奋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亮眼 他不会用太多的词早 只会用一种亲切的姿态 和每个人沟通和互动 从陈清令到大宋公子 他的演技一直在提升 每次演出都有新的突破 有新的收获 这几个字虽然很简单 但却蕴含着深刻的含义 即是平淡即真实 王一博用自己的行为 诠释了这一点 也让大家对自己的自信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我们的才能与能力 一定会被世界所看到 他始终相信 只有一步一个脚印 一步一个脚印 方能成就自己的事业与生活 在生命的历程中 我们会面对很多选择与迷茫 只有坚信自己不断奋斗 才能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明天 稳扎稳打 不但是王一博自己的格言 更是我们生活中的一条准则 让我们以这个小演员为榜样 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更远 感谢观看